今年的APEC會議十一月中 會在美國的既金山基行 美國總統拜登也會在APEC 跟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來敬敏 我跟他一起 相互應該會有很緊張的討論 美國總統拜登的議題 中國廣告部在立法庭上 繼續向美國行政要強調 兩個國家正在等待 整理這個八里島共識 進行有建設性的對決 中國廣告部發言人 王文兵第30位記者會上 中心中國反對台灣獨立 並且強烈要求美國方便 遵守守護的中美三位聯合公佈 通往既金山不會是一馬平川 不可能靠自動駕駛 為此雙方要切實重回巴里島 把兩國元首的共識 真正落到實處 排除干擾、克服障礙 在美國北京發言人 上比起也說 相互有期這條共識 兩位聯繫一定有極力來討論 面對記者問說 這條方會是不是說到美中沒有意見 包括關稅、政筆供應聯繫問題 美中相方是都沒有說到 具體相互會的內容 宮西新聞 七家林本業 這條共識